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隋阳帝来到了焚阳宫避暑 其实所谓避暑啊 主要是因为河东这一带有这个农民军在活动 而且势力非常的大 隋阳帝到这来啊 实际上是要来镇压农民军的 而李渊则被任命为这个山西河东抚慰大使 担负起了平叛的这样的一个重责大任 当时这一带农民军的主要的领袖 名字叫做乌端儿 也有史料写作母端儿 就是母亲的母 李渊率领着自己的兵马 刚刚踏上河东的这个土地 那么务端儿就率领着军队 冲到了城下来进行挑战 李渊兵少 但是李渊这个人临危而不乱 他率领着十几个人从城里边出来了 出来干什么呢 直接向敌人进行挑战 李渊真是一高人胆大 我们前面说过 这人是个神射手 他带着这十多个人连发七十箭 竟然是箭无虚发 射倒七十人 结果这个乌端儿的这个部队啊 本来就缺乏训练 战斗力就不强 一看敌人如此擅射 一下子做鸟兽散 李渊就打了 他踏上河东之后的第一场胜仗 要说李渊这阵啊 说实话 你说隋阳帝重用不重用他 应该说表面上看起来 还在重用 但是那种猜忌 那种戒备 也是随时都有的 因此对于李渊来说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越发坚定了自己举大业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尤其是杨宣感 李金才 李敏之死 让他感觉到皇帝清除关隆集团核心子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行为 已经是日甚一日 所以对于他来说啊 这个如果不奉起反击 早晚有一天 也会被隋阳帝所铲除 那么在杨宣感事件之中 李渊曾经 我前面说了 他奉命 奉隋阳帝的命令 前往洪化郡去领兵 侧意 威胁杨宣感 在这个过程当中 曾经啊 斗士的丛兄 斗亢 跟他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他说 杨宣感这个人 只不过是开了一个头而已 您才是名应徒称者 所以啊 你应该早早的做准备 这是天意 你不能违背 而李渊什么反应呢 李渊当时立刻就对斗亢政策说 说你说的这些话 我断不能接受 这是祸患的源泉 请你以后再也不要说了 那么在李金才事件之后 又有一个人 是他的副手 叫做夏侯端 夏侯端这个人呢 平常里精于玄学 善于项面 他觉得李渊贵不可言 于是他对李渊 说了这样的一番推心置腹的话 他是这么说 但主上小茶 情多猜忍 切记诸礼 强者先诸 金才即死 民共岂非其次 若早为计则应天福 不然者则诸矣 夏侯端说得很清楚了 说是咱们现在这个皇上啊 姓多猜忌 尤其忌讳你们这些 名门望族姓李的 现在李金才已经死了 你没有感觉到下一个就是你吗 你呀应该呀早早的筹划准备 要响应天命 否则死无葬身之地 就这个意思 那么李渊听了之后什么反应呢 李渊当时没有做什么回应 也不见有什么举动 好了 说到这个的时候 曾经有朋友问我 那你就说了 那么这阵的李渊 难道内心毫无想法吗 实际上咱们这么说 对于李渊来说 他不是没想法 他是在装 他能不装吗 你想想那个微妙的时刻 那阵皇上杀人都已经杀红眼了 那个时候可以这么说 处处是陷阱 到处是危机 对于李渊来说 他也不知道 自己哪一句话就给自己招来祸患 所以这阵他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呢 小心为上 因此你们说那些话 我要么拒绝 要么不做任何回应 这就是他采取的一个应对的策略 但是实际上 他当时内心应该这么说 早已经立下了 夺取天下的雄心壮志 他这样的一个壮志的确立 是基于对形势的分析 那么当时的形势有哪些特点呢 有三个特点 首先第一个 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自打隋阳帝第一次罚辽东 之后农民起义就已经起来了 农民起义首先发生在今天的山东这一带 您要知道在罚辽东过程当中 这一带的老百姓受害最深 大量的子弟被拉入了军中 上战场流血牺牲不说 还有很多的人被冲作民夫 甚至于就连牛车呀 马车呀 驴车呀 都被争掉一空 粮食也被搜刮一空 还有那个莱州地区 莱州地区要负责给随军的水军打造战舰 结果很多的工匠 每天早上一大早一直到夜里头 就一直泡在其腰身的海水里边 下半身都溃烂了 所以这个地方民怨沸腾 很快就有一个叫做王伯的率众起义 他做了一首歌叫做无相辽东浪死歌 用这个号召大家举事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说 全国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这是第一个形式 第二个形式 隋扬帝重判亲离 隋扬帝这个人呢 我们其实要承认隋扬帝这个人很有能力 也很有战略眼光 但是他一系列急功近利的这个举措 最后把自己弄的是重判亲离 你比如说 在他改革关禄集团 这样的一个改革就以彻底的失败 而宣告结束 失败的标志就是杨选杆的叛乱 他当时想重用关东人士 江南人士来给这个关禄集团掺沙子 西市关禄集团的影响力 可是这事好了 关禄集团奋起反击 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然后呢 关东地区倒想支持他 可是关东地区已经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了 而江南地区呢 边长莫集 最后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知道 后来隋杨帝放弃了长安 放弃了洛阳 干脆就跑到了江都 最后就在那儿 死去了 这是第二个形式 第三一个形式 北方突厥 虎视眈眈 这又是一个新的 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你要知道 北方游牧民族自古以来 对中原的政局 就有着巨大的影响 这几乎是一个 这个恒久的问题 那么在隋文帝在位期间 本来突厥很强 但是隋文帝 曾经采取了 离间加军事打击 双管齐下的方式 最后导致 突厥衰落了 突厥衰落了之后 隋朝拥立了这个 启明克汗 而启明克汗成为 草原霸主之后 他对隋朝的态度 是友好的 是听命于隋朝的 所以北方的边境呢 换来了一段时间的 这个安宁 但是到了隋阳帝时期 尤其是这个大业十一年 隋朝却跟突厥 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基于对隋朝局势 冷静的分析与判断 此时李渊的心中 已经萌生了自立旗帜 逐鹿中原的想法 愈发壮大的各路起义大军 渐渐叛离隋阳帝的文武百官 对中原虎视眈眈的 北方突厥 哪一方面的爆发都可以让脆弱的 隋王朝加快灭亡的脚步 而这一次 北方的突厥向隋朝发难了 那么原本长时间和隋朝 相安无事的突厥 为何在此时突然南下呢 大业十一年八月 隋阳帝视察北方边境 他在燕门关这个地方 遭到了突厥的突然的袭击 这时候突厥的可汗呢 可不是启明克汗了 而是启明克汗的儿子 史碧克汗 史碧克汗 那么既然启明克汗 对隋朝是友好的 那么为什么 史碧克汗要攻打隋阳帝呢 其实原因呢 责任呢 还要算到隋阳帝的头上去 这个启明克汗 应该是在大业十年去世 也就是说 此时史碧克汗继位 可能还不满一年的时间 那么为什么 史碧克汗反不成仇呢 这就是因为隋阳帝 采取的两个举措 这两个举措 可以说彻底的惹翻了突厥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怎么样的两个事件 一个就是和亲事件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启明克汗去世的时候 突厥已经历经了多年的和平生活 繁衍生息 所以呢 部落日渐的繁衍壮大 到了史碧克汗继位之后 那阵啊 隋阳帝君臣就开始琢磨了 说这个突厥啊 眼看着这个人马雄壮 咱们不能让他这么继续壮大下去 于是就想到了 顾忌重演 还是要搞那个离间计 当年隋文帝搞离间计 就是借用和亲的手段 所以这次大臣培据 向隋阳帝提出 咱们啊 把宗使女 作为公主 嫁给这个 史碧克汗的弟弟 叫什么呢 叫赤吉舍 舍是突厥的官名 这个人名字叫赤吉 然后拜他为南面克汗 离间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 而这个赤吉听说 隋朝要把公主嫁给自己 而且要拜自己为南面克汗 赤吉太坏了 他不敢搞 这件事虽然黄了 但是却让 这个史碧克汗 对隋阳帝是恨之入骨 这是一个事件 第二一个事件 史属胡锡事件 这个史属胡锡这个人呢 是什么人呢 他是史碧克汗身边的一个谋臣 在启宁克汗期间 他就得到了重用 而隋朝把他也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 得把他给拔除了 又是培据出来出馊主意 培据干什么呢 培据啊 出来骗这个史属胡锡 要求跟史属胡锡他们举行互试 就是边境的贸易 跟史属胡锡呢 约好了时间 约好了地点 结果到了约定的日期 史属胡锡带着突厥的商队 带着马匹 就来到了马役 刚准备进行交易呢 没想到人家隋朝 在市场周围 布满了这个伏兵 然后伏兵四起 把史属胡锡一行都给杀死了 杀死完了之后 隋阳帝派人去告诉史属可汗 说的话才叫气人的 说这个可汗啊 史属胡锡啊 背叛了您 前来投奔我朝 我朝已经替你把这个叛臣 给除掉了 史属可汗听了之后啊 那简直是怒不可遏 就此下定了 要跟隋朝为敌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那么也就在这个时候 可汗得到了一个情报 说是怎么着 说是隋阳帝 正在这个 朔北这一带进行巡视 那么好了 这不就是 这不就是机会吗 于是啊 史毕可汗秘密召集了 数十万的骑兵 你从这个动员的规模能看得出 史毕可汗是打算 举全国之力 把你隋阳帝一举歼灭了就得了 幸亏啊 这个史毕可汗那个地方 有早年间隋朝送去和亲的这个 义成公主 义成公主得到这个情报之后吓坏了 他派自己的心腹 悄悄地骑马 向南面奔 然后跑来报告了隋阳帝这个消息 隋阳帝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也吃惊不小啊 为啥呢 这阵他没准备啊 来不及调机兵马啊 所以他的车队啊 就快速地驶入了这个 燕门郡的这个城池 而紧跟着 史毕可汗的那个几十万骑兵 砰天盖地就来了 一下子就把燕门郡这个 城池给围起来 而燕门郡下辖的 一共有四十一个城池 几乎是一夜之间 被攻破了三十九个 然后突厥人集中全力 攻打燕门城 咱们隋阳帝啊 这下子算是遭了大难了 百官后宫还有军人 要说人数倒不少 但是问题是 大家没有心理准备啊 所以这点非常的恐慌 所有的民房全都被拆毁 砖石瓦块 这个木材都被运上了城投 作为城防之用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粮食 城中原有的居民 加上隋阳帝带来的人 一共居民是十五万 而城中的粮食 没有任何时间做预备 因此即便是精打细算 最多也只能够吃二十天 如果突厥继续围攻的话 这个情势啊 非常非常的这个危急 在这种情况之下 该怎么办 突厥打的那叫一个急啊 日夜围攻啊 甚至于突厥人的箭啊 都已经射到了隋阳帝的脚前 吓了隋阳帝一大跳 后来隋阳帝啊 整天抱着他那个小儿子赵王皋 在那哭啊哭啊 哭的眼睛啊 肿得跟桃一样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宇文树建议了 说皇上不如这样子 你精选上几千个骑兵 然后突围而出 向南逃 这时候大臣苏薇站出来表示反对 他说你这不是私无主意吗 你要知道突厥人的长处 在于长途奔西和野战 我方的长处在于守城 你这阵带着几千个骑兵跑出去 你这不等于养短气长吗 你这不是把皇帝往死路里送吗 对不对 那么紧跟着 另外一个大臣樊子盖也提出来 樊子盖说 说我们现在啊 应该做的事情 还是继续坚守燕门城 与此同时 向四方报告消息 要求四方兵马来源 秦王 如果我们能够坚守到援军到来 那么也还就有希望 那么大臣 你比如说 这个于世基啊 萧宇等人 也都附合樊子盖的这个建议 紧跟着樊子盖 又提出了一个 以往没有任何人敢提出来的建议 什么建议呢 皇上 您能不能下诏 停止罚辽东啊 你要知道咱们隋阳帝这几年呢 能跟着了魔一样的罚辽东 把整个国家的安危 制止脑后 没人敢说呀 谁说他要杀谁呀 那这阵已经死到临头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樊子盖心里想 你说就不提的话 我们都是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不如干脆冒险提一下 结果他提出来了 你要说隋阳帝心里头不知道 罚辽东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吗 他心里跟明镜一样 他知道 那么这阵呢 他也没有办法了 于是他就接受了樊子盖的这个建议 而且樊子盖进一步建议 他说让他厚利赏赐 赏给那些守城的军民 于是皇上亲自巡视城头 答应守城的军民们 告诉大家 你们守城辛苦了 如果守城能够成功 我答应你们 没有官的直接升到六品官 有官的依次赏罢 这下子可以说是军心大阵 大家都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死守 与此同时 接到命令的四方的兵马 开始奔赴燕门关秦王 这其中就包括李渊的儿子李世民 李世民这个人从小聪明伶俐 而且空无有力 尤其是跟着他爸 学了一首绝活 什么呢 就是射箭 也是一个优秀的射手 你还别说 咱们必须得承认 李渊家家庭教育是相当成功的 李渊本人雄才大略 李渊的夫人斗士 也绝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们两个交出来的孩子相当优秀 除了那个李玄爸 早王之外 剩下的孩子 不论男女 包括那个女儿平阳公主 在整个建国战争当中 都是鞠躬之伟 这个家庭教育啊 应该说是相当相当成功的 咱们这么说吧 李渊最大的财富 就是他的这些子女们 那么这阵的李世民 跟随的是谁呢 跟随的是将军云定兴 他跟着云定兴来驰援雁门关 在驰援的过程当中 他给云定兴提了一番建议 你要知道 李世民这一生打仗 勇猛倒在其次 关键是特别的会使用计策 尤其会使用心理战 他给云定兴是这样建议 他说 史必可汗举国之师 敢为天子 必以国家仓促无援 我张军荣令数十里 番旗相续 叶则争骨相应 鲁碧位救兵云集 望尘而顿 李世民后来打仗的特点 在这番建议当中 就已经体现出来 他特别的善于观察形势 特别善于会利用心理 那么这就是一场心理战 我们现在来勤忙 实际上我方的兵力 仍然是少数 但是我们要虚张声势 要造出很大的声势来 让敌人误以为 这个援军 已经铺天盖地而来 结果云定兴一听呢 这个计策不错 于是就采取了 李世民的建议 那么对于史必可汗来说 其实啊 突厥人 草原游牧民族 擅长野战 他还真不擅长攻城 他打这个燕门关呢 他没有太多的招数 再加上这时候 果然他一看 他感觉这个 隋军的这个援军啊 多如牛毛一般 因此 他就心里头开始打鼓了 与此同时 隋扬帝派往 突厥内部的一个密室 向 易城公主做了汇报 易城公主写了一封信 给史必可汗 说什么呢 谎称说 我们突厥北边 有了新的麻烦了 有敌人入侵 你赶快回来 结果史必可汗 接到这样的情报之后 赶快连夜就撤退了 好了 隋扬帝就此 就算是逃过了这一关 但是 令人感慨的事情 就发生在 燕门关解围之后 前面 隋扬帝为了活命 答应 给大家 很高的赏格 可是 这阵突厥人走了 隋扬帝就收回成命了 给大家的那个赏赐 赏格 大大的缩水 这个不说 他还紧跟着又下诏 召集 这个群臣 要再一 罚辽东 瞧见没 就这么顽强的一个人 这也忒顽强了 咱们这么说吧 隋扬帝这样做 证明了一点 他已经万劫不复了 对于李世民来说 这场燕门关解围 乃是他人生当中的 第一场实战 可以这么说 小和财陋 尖尖角 对于李渊来说 这样的儿子 是他未来立国的一个资本 这是这场战役 对这一对父子来说 最大的一个收获 经历了燕门关之围之后 隋扬帝在李世民 和易成公主的帮助下 转为伟安 脱离了险境 按理说 此时隋扬帝 应该会减少了 对唐国公李渊的猜忌和怀疑 可事实却并非如此 归根结底 杨玄杆的叛乱 给隋扬帝的心中 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那么作为杨玄杆军师的李密 现在何处 他的处境又是怎样的呢 那么杨玄杆失败了之后 李密在做什么 杨玄杆兵败的时候 李密被人家包围了 最后呢 李密被人家官军给俘虏了 当然你们可以想见 这场挫败 对于李密来说 乃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一场大挫败 原来形势多好啊 杨玄杆 那个关隆集团核心子弟的那种身份 那种号召力 天下有响应的那个景象 数万雄兵在握 又有那么多的粮食 一切条件看起来都很好 但是这一切有利因素加到一起 却没有带来胜利 那么对于李密来说 这当然是一个足够大的教训 从此李密就埋下身来 干什么呢 要立足于民间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 再不要追求这种 必其功于一亿的事情 所以说对于他来说 这件事反倒是好事 不过啊 刚开始李密啊 可真是命悬一线 他被人家抓了 你要知道他属于药犯呢 因此他和其他的一些药犯 一块就被官军押送着 要送往 送哪呢 要送到这个高阳去 因为当时隋阳帝的大营啊 在高阳 你要知道 如果到了高阳 李密等一行人 绝对是活不了命 而且那死法会很惨 所以李密就得想办法 李密这一路走啊 就一路就是想这个办法 最后呢 他跟自己同行的这些囚犯 就说了 说咱们现在这么说吧 咱们现在的性命 就好比那招路 说没啊就没了 因此 大家要想活命的话 你现在都得听我的 这些人呢 也就服从了 说好 我们都一块听您的统一行动 那么有一个人呢 身上带了不少的黄金 也奇怪 他被俘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搜身的士兵没给搜出来 他身上秘密带着 于是他把这些黄金拿出来 交给了李密 李密拿这些黄金干什么呢 去贿赂那些 押送他的那些官兵 跟那些官兵说什么呢 说你看 我们呢 将死之人 对吧 这些黄金呢 对我们来说也没用了 现在全都送给你们 回头啊 我们死了之后 希望你们呢 给我们呢 收个尸 给我们刨个坑 买个棺材 把我们埋了 剩下的黄金呢 你们呢 就分了得了 这些士兵拿了这些黄金 那当然心花怒放 于是呢 这一路上 对于李密他们的态度呢 就变得和善起来了 而且李密呢 还时不时在半路上 买点韭菜 然后呢 用来招待这些官兵 整天这些官兵 喝得酒憨而热的 这样子 李密等于是干什么呢 李密用这个办法 在麻痹这些官兵 让他们放松警惕 最后走到了 邯郸这个地方 已经距离高阳不远了 李密心里头明白 再不跑 这就没机会了 于是有一天半夜 几个人一块干什么呢 一块把那个牢房的那个墙啊 那个墙刚好是个土墙 不是砖墙 他们那个墙啊 他们掏了一个洞 然后顺着那个洞都爬出去 跑了 这才逃得了一命 逃离了随军之手的李密 此时又陷入了一个 难以抉择的境地 作为身份显赫的 关隆集团的一员 就此结甲归田 放弃功名利路 显然是不可能的 重返随朝 又等于是自投罗网 摆在他面前的 似乎就只有一个出路 投靠起义军 那么出身名门的他 能否看得起 多为农民出身的起义军呢 起义军对李密这位大人物 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请继续收看 大唐开国上部第四集 乾隆在冤 那么李密跑出来了 这里边可就有个问题 去哪啊 长安和洛阳的是 绝对不可能再去了 那么 在当时来说 最稳妥的办法 就是找一个农民起义军到那儿 去落脚 可是 说实话 李密这阵啊 李密这个人 咱们这么说吧 他的性格最大的特点 就是心高气傲 那叫一个骄傲 好 假话 关隆集团核心子弟 自己才高八斗 因此呢 根本看不起别人 可是问题就在于 这阵你只好把这个性子忍住 你再瞧不起别人 你也得先活命不是 于是 他就投奔了 当时一路起义军 谁呢 郝孝德 他投奔了这个郝孝德 结果呢 郝孝德 这人有意思 这人虽然是 最早举起义旗的人之一 他跟那个王伯 基本上是同时期的 而且呢 手中的兵力也不少 但是这个郝孝德呀 他绝不是一个良将 他经常打败仗 李密来投他了 结果呢 他跟李密说了一番什么话呢 郝孝德说 我之所以举兵 拉起这么个队伍 纯粹是因为活不下去了 我就为了个活命 对不对 说实话 你是朝廷通缉的重犯 你跑到我这来 这不给我惹事吗 对不对 我啊 可真是 我这儿 真容纳不了您 像您这样大人物 这不合适 那么 离开了郝孝德 李密又来投奔了这个王伯 结果没想到 这个率先举起一旗的王伯 也不容他 原因和郝孝德一样 担心 李密到了这儿 会引来政府军的集中的攻击 所以呢 王伯又拒绝了李密 李密 迫于无奈 再次出走 当时啊 整个中原地区群雄并起 李密再次跑出来之后 游走于你比如说 外皇的这个王当仁 纪阳的这个王伯当 啊 这个围城的周文举 雍秋的李公义 等这些人 他在这些骑军当中啊 来回的游走 劝说他们 接纳自己的主张 啊 容纳自己 刚开始这些人都不愿意接受 原因还是那样 因为李密数大招风 但是后来呢 又逐渐的被李密所打动 这些人纷纷议论 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说 这些人说的是 李密这个人呢 恐怕不是一个凡人 这人呢 乃是高门子弟 完了又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现在趁眼里边都说 杨氏将亡 李氏将兴 恐怕说的 有可能就是这个人呢 哎 你别看我前面说了 趁眼的作用 这就是趁眼的作用啊 你发现没有 趁眼对于当时的一般人来说 就有这种心理社服作用 这些人就认为 哎 李密是个人物 所以说这对于李密的事业 是有帮助的 对于李密来说 李密这这已经心里头明白了 再不要想着像当年 杨选感叛乱那样 这个找一个高门子弟 然后振臂一呼 然后发动一场兵变 就把皇帝铲除了 没这么简单 一定要从基层做起 一定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 所以他就来投奔这个瓦刚军的宅让 李密啊 就是因为瓦刚军这阵的势力比较的强大 因为当时的瓦刚军已经发展到数万人了 这个规模应该说是相当的可观的 但是问题就在这儿 宅让听说李密要来 宅让啊 心里头啊 也是百味杂陈 怎么呢 你说我接纳不接纳这个李密呢 李密这个人天下文明 谁都知道 他曾经是扬选感的军师 而且呢 现在是朝廷通缉的这个重犯 那么我把他接纳了之后 无非是两个结果 第一 要么招来了隋朝政府军的集中的攻击 要么就是我容纳了此人 此人给我出谋划策 我能进一步的壮大 而且他还有个私人的顾虑 这是那个年代 草根出身的人 面对关隆集团子弟时候 普遍的一个心态 什么呢 自信心不足 他觉得自己 无论是能力 名望 等各个方面 尤其是出身 都不如李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人来了 他能扶我吗 李密就见了宅让 第一天就劝说宅让说 说是当今皇帝昏溃 天下民怨沸腾 但对您来说 这是一个好时机 您应该学习项羽流亡 发兵席卷二经 这是您的不可多得的宝贵的时机 那一句话就是劝宅让夺取天下 结果宅让听了之后呢 宅让回答了这样的一段话 他说 乌柴群道 但兮偷生草间 君之掩者 非乌所及也 我们这些人呢 说实话 我们呢 之所以拉起队伍来 还不就是为了活条命 你说的这个事啊 那不是我能力所及的 瞧见没有 又是一个好笑得势的人物 这番对话 让李密充分的摸到了宅让的这个底牌 他心里头知道宅让是怎样的一个人了 那么李密究竟怎样利用这样的一个态势呢 他能否成功呢 我们留待下节目 谢谢大家